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愿不愿意倾听我的故事 好啊 你有没有 不能以真面目是人的时候 看来你能明白我从前的想法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低谷期 满身黑亮 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也没有一个容身之所 可偏偏就在那个时候 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我的人 可好死不死的 我又做了他的保姆 开始的那段日子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生怕被他发现我的真实身份 但后来我发现 他表面高了 其实 内心是一个善良 温暖的傲娇二汉 更重要的是 在我充满光芒的时候 他讨厌我 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他却给了我一个安身之所 还保固我 安慰我 你说 他是不是我的天使啊 那些弄人的笑笑惆怅 你随着风飘去了什么地方 等靠近了昨天的梦 既然 你把他当作你的天使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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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 我害怕 我说出那个让他讨厌的名字 他就会远离我 好